圈外人是怎么评价蛋仔皮肤的 在答案揭晓之前 大家能预测出来 评分最低的是谁吗 我的预测是僵尸博士 不仅长得极其抽象 背景故事里面也做了多端 所以说 评分肯定最低 首先就是分数在倒数里面 拔尖的几块妹 没想到曾经的蛋仔顶流 现在只剩下了5.8的高分 而且还被圈外人评价 看着都见 没落了没落了 果然 几块妹只有前期才是无敌的 前期是无敌的 下来是我们的巴音和温妮 这款皮肤确实没人喜欢 周评价所说 大多人有 都是因为抽水母抽歪了 这个评价 对他来说 也算是理所应当了 但接下来这个 口味甜品龙 不是哥们 我知道很多人讨厌这个图 但是我就想说 这跟蛋仔拍对皮肤评分 有什么关系啊 谁 谁干的 不是我 我的烧烤 我也不到啊 吃着火锅唱着歌 就到这儿来了 旋转木马演示 这真的是被人讨厌到骨子里 大傻春 你们要干什么 最低平分的皮肤 都要再介绍 下来 是我发现的 有些有意思的东西 死鱼眼 5.1分 没想到这凶猛的网络 连个眼镜都要被网爆 还披这么个丑徒 真是够了 不过你要是说 这是范特希的眼睛 我只能说 最最多 还有麦拉玛丹 喜欢的皮肤 暴龙宰宰 皮肤也是5.1 但你看网友们 是怎么说的 头大脖子粗 主打的就是一个难看 最丑的至真 皮肤介绍这还说 听见丛林霸主的怒吼的吗 难不成 你说的是这句 火浓果 这皮肤是第一个有黑粉的 就比如说 你看这个头像 这么丑 肯定是黑粉放的 真是属实没想到 连皮肤都要被黑粉黑呀 这叫不是你 你说他不是我 我说他也不是我 这根本就 他妈不是我 那么接下来 最后一名 某梦兴 在淡仔皮肤里 凭借着2.3分 拿下第一 不是哥们 这根本不是 其他就要叫成啊 谁评的 你可真是 天才 你还真是个天才 啊